Hello,我是挖康不断,但坚持不通的东青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看晚了贺国平20年的人生 今天接着看纪录片《渡口编年剩下的内容》 来看看周家和陶家在内20年间的风云变化 1998年,同林县轮船公司改制中 周朝阳夫妇双双下岗 他们不像贺国平那么勇敢,也没有钱承包渡口 夫妻俩只能打各种林工,挣点小钱养家糊口 五八音挖野菜卖,周朝阳则走街串巷送蜂窝煤 跟以前在轮船公司上班相比,现在的生活落魄 只削几个月下来,周朝阳便瘦得像具骷髅 五八音理解不了,铁饭碗咋就能一夜间变成泥饭碗 但是他抱怨归抱怨,生活不还得继续过下去吗 夫妻俩为了多挣些钱,找了条小滑子一起跑百度 因为是野船只能夜里摸着黑袍,一张船票才五块 这影响到渡口的生意,导致承包人何国平报复 周朝阳夫妇知道,自己的小滑子其实是违规经营 但人总归要吃饭的,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去硬干 结果1999年10月17日意外发生 两人夜晚出船,踩到泥巴脚下一滑双双跌入水中 因为天太黑,家之有物,还没来得及捞人沉下去 一夜之间,周欣从下岗职工的孩子变成一个孤儿 年纪上有的他被一圈大人围着,不知所措地哭泣 此时周欣已经有生死概念,知道自己再也没爸妈了 轮船公司曹经理看到孩子痛哭流涕,也忍不住抹眼泪 两千年,周朝阳夫妇去世还不到一年,周家老宅便被强拆 好在周欣还有人管,跟爷爷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 政府考虑到他家庭困难,免除了上学的一切费用 但是爸妈去世的阴影在周欣的心里却越来越大 他的性格愈发的孤僻内向,敏感多疑甚至很极端 平常跟爷爷的沟通极少,跟老师也不愿意多交流 2004年,因为爷爷年事已高,周欣和大伯周五九一家生活 这家人对他极好,将之视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 周欣重新感受家庭的温暖,并改口叫他们爸妈 他性格也不在英语,开始有这个年纪该有的活泼 2005年,春节到来之时,周家的兄弟姐妹们聚在一起庆祝 但大家脸上都没有笑意,因为周五九出事被抓了 这是个老实人,安分守己,按理说不应该犯法 但周欣来了以后家里多一张嘴吃饭,钱上自然紧缺 于是他一时糊涂干了违法的事,让人无比的惋谢 过完年后,他们去同龄市看守所,探望被关的周五九 这个硬气的男人被抓时都没落下过一滴眼泪 看到周欣来见自己却情绪崩溃,哽咽地说不出话 2006年,周五九出狱在三家集团打零工,挣钱勉强度日 因为有安理在身上工作难找,有活干就已经不错了 他现在唯一的念想就是为周欣攒出上大学的费用 然而这孩子的学习成绩一团糟,连高中都没考上 在一所高职上学,每天就混日子,根本不好好学 准确地说,他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好好学习的概念 从小爸妈去世,爷爷抚养,大伯周五九又住过间 几乎没人管过周欣的学习,只要他还活着就足够 在这种环境下,他要是学习好才是奇怪的事情 周欣虽然不爱学习,但知道大伯父挣钱养家不业 于是一到鼠寒假就去饭店打工,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虽然挣不了多少钱,但最起码能解决吃住的问题 周欣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这样了,没什么大的盼头 能把自己养活了不让大伯操心就已经很不错了 2008年,周欣毕业在奇瑞工作,跟同学干流水线的活 这枯燥而乏味,每天就是不停地重复同一个动作 生活也很单调,不是上班就是睡觉,循环往复着 于是干了没几个月,他便回同龄在饭店当了学徒 但即使在饭店,周欣也并没有真正踏踏实施工作 因为性格敏感而极端,他经常与同事发生口交 总是在后厨大打出手,渐渐进入各大饭馆的黑名单 2009年至2010年,周欣换了至少十份餐厅的工作 2011年他去新疆当兵,2013年退伍回到同龄工作 将自己在部队的衣服送给爷爷,发誓一定出人头地 2014年,周欣竟然介绍在池州新华村景区当城管 他原本干了一段时间厨师,工资其实比城管多 但自己已经到结婚的年纪,必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谁说没有爸爸妈妈呢,大伯夫妻俩已经是他爸妈了 2015年,在双方家长的帮助下,周欣也开始了自己的婚姻 这场婚礼办得很大,很体面,他重新有了自己的家 2017年,周欣的女儿出生,他荣生为爸爸,开始人生的新篇章 没了之前的力气,眼角下垂,说话也变得小心温吞 熟悉周欣的人都说,他比以前要懂事也成熟了很多 渡口边年周家的故事到这里,也便落下了帷幕 我们把时间往回播20年,来看看陶家的生活变化 在轮船公司改制之前,陶李贵是渡口老船队的队长 即使功勋卓越,贡献极大,还是和其他人一样下岗失业 但家里有两个儿子,都是二十多岁,面临娶妻生子 趁时用钱的时候,他只能向死而生,想办法赚钱 和老伴私父再三决定到县城离开小餐馆闯一闯 餐馆取名为大发,一家老小开始为了生机忙活 开店之初,吃白食的地痞骚扰不断,金银不夜 但陶李贵凭借着一股子韧劲坚持,硬是站住脚跟 甚至用赚到的钱给大儿子陶城娶到了一个媳妇 2002年,陶李贵退居二线,陶城夫妻接手了餐馆 陶城夫妻俩都是老实人 并没有辜负爸爸的期待 接手小餐馆后更加努力,生意反而愈发的红货 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小生意做大,换了新门面 这是一二层小楼,老婆负责前台,陶城负责炒菜 凭借着老顾客的支持,很快又站稳脚跟快速回本 此时之所以还能挣到钱,是因为人力成本非常小 就是夫妻两人,除过固定开支,剩下的全是利润 但一向为人老实的陶城却在有钱后迷恋上了赌博 最严重的时候一晚上输掉一万,连进货的钱也没了 他老婆气得要死,因为这个事争吵不是一次两次 因为赌博,这样的嫁吵了好几次,也惊动了父母 陶礼贵好好把儿子骂几次,陶城赌博才有所收敛 而自从不再烂赌成性,土菜馆的生意又有了起色 陶城不光买了辆好车,还让女儿上最好的幼儿园 夫妻俩要说没有矛盾是假的,但也只能这么凑合过 只是忙碌后躺在躺椅上的陶城总是一脸生无可恋 赌博他并没有完全戒掉,但不像以前不要命的赌 只要一有不受控制的苗头,爸爸就会回来教育他 在妻子的监管和爸爸的督导下,陶城安生了几年 土菜馆又挣了不少钱,盘下了一家更大的门面座 从这个时候开始,陶城正式离开后厨成为老板 后厨雇佣了俩厨子炒菜,他则在前台迎来送往 甚至有时候根本不用出现,店面就能够自己运转 人一闲下来手里又有钱,自然而然便又开始赌 但因为赌的不是太大,老婆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 陶礼贵则不想再管了,是福是祸全在夫妻俩手里 陶礼贵唯一操心的是小儿子,觉得他还是不成熟 陶军对做饭没兴趣,也不愿意整天待在厨房里面 每天游手好闲不干正事,年纪轻轻学会抽烟喝酒 他有一个初恋,谈了七年,但在七年之后分手了 分手的理由是陶军脾气大,也没个正经的工作 主要是他闻事不公,根本没有居家过日子的想法 女友实在是等不到他长大的那天,只能提出分手 陶军在和初恋分开后,心灰意冷,独自去了外地 深圳,广州,浙江,到处讨生活,结果啥也没挣到 最后只能挥溜溜回到统岭,借钱买了辆车跑出租 但小地方跑出租挣不到钱,2011年他又回到深圳 陶军靠给别人送货挣钱,整个人的状态非常萎靡 自从跟初恋分手,他已经找寻不到自己人生的意义 2013年,陶军又流落到浙江,继续靠给人送货挣钱 2015年,兜兜转转,陶军又回到统岭开出租车过火 陶军嘴上说已经对初恋没感觉,但他仍旧放不下 而陶城也没放下赌博,几年间竟然输掉了两百万 为了还债,饭店只能对出去,换回原先的小店面 就像爸爸之前说的,创业容易守夜难 兜兜转转好几年,一下子陶城又回到了解放以前 不过他这下彻底安上了,一看到赌字就打哆嗦 或许是这些年操劳太多,也或许是这场打击太大 2016年,陶李贵患上之肠癌,迎来了生命的终点站 去世前,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不争气的孩子 2019年,陶李贵病逝,陶家的故事到这里正式结束 郭希致渡口编年,贺家、周家、陶家三家的故事讲完 全篇加起来八小时,贺家四小时,后两家四小时 所以我做成了两期节目,你现在看到的是第二期 这部纪录片我用了一个工作日,不间断地看完的 刚看时天还亮着,看完后已经是日落西山,天黑了 整个人像跑了几万米,浑身直冒虚汗,心砰砰跳 八个小时,三组家庭二十年间的生生死死 渡口编年哪里是平民死士,分明是平民死士 连拍摄者郭希致也自嘲,自己的镜头更像是诅咒 仿佛是因为他的拍摄才导致这些家庭那么多死亡 甚至连死者的家属对郭希致也曾是满腔的怨恨 但任谁都清楚,他们的死是天命无法避免 郭希致说拍摄二十年间最操心的其实是小辈们 因为贺国平、周朝阳、陶李贵的人生早就确定 你很难超脱过去,阶层越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甚至到了他们的后代,想从底层爬上去都非常可笑 贺焕、周星、陶城、陶军能守入家业就已不业 在拍摄的过程中,郭希致对他们其实提供了很多帮助 比如贺焕和周星的工作,陶军的工作,他都有帮忙 郭希致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代人没上一代人认真 更多是游戏人生的态度,并不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等到了三十岁才悔不当初,发现已经无力回天 他们没能超越自己的父辈,生命变成一场轮回 但是谁又能忍心苛责,毕竟开局就是把烂牌 好了,我是阿公不断,但坚持不脱钢的东青 郭希致的《渡口编年》三部曲今天就讲完了 接下来应该还会做纪录片的解说,也可能是电影 希望大家多多三连支持,这对我非常重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